今天没吃过包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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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没吃过包肉 今天没吃过包肉 今天没吃过包肉 更重想吃过包肉 哈喽大家好我是胖子鱼 哎呀这样处着说话好舒服啊 我觉得 腰很疼可能是体重太重了吧 哈喽欢迎回来 我感觉已经很久没有拍视频了 不过好像才一周而已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 空瓶记的第二集 2017年的第二集 我上个月就是三月份的时候 我刚开频道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 空瓶记下吐槽 就是分享了我做频道之前一段时间 累积出来的空瓶 然后今天呢我又弄了个垃圾袋 然后里面又有一些 其实不多东西不多 然后又有一些我最近用完的空瓶 当然里面有些东西呢我上一集的空瓶记 里可能有提到过 然后今天就是重复出现 如果它重复出现的话 就证明我真的还挺喜欢用它的 我感觉又说了好多废话 那如果你们感兴趣想知道 我最近又用了什么空瓶 什么东西的话继续看下去吧 大家不要忘了给我的频道 点赞然后订阅然后留言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是乐天的洗眼液粉色瓶子的 洗眼液呢我已经连续用了有一年时间了 但是这个牌子是我第一次用 就是我第一次把它用到空瓶 我之前呢一直用的是美国的洗眼液 那个牌子好像是博士轮的 就用了好多好多空瓶 用起来还OK 然后我这次换成了日本的这一个乐天的洗眼液 我觉得和美国那个没有什么区别 这个洗眼液呢不是什么小林志要那种 会有薄荷感觉冰冰凉凉的那种感觉 这个洗眼液就是超温和 你用在眼睛里面没有任何感觉 就像水可能有一点点的冰 那那个冰感觉应该就是水的 这个水的温度 不是说它里面有任何薄荷的东西 所以它不会给你的眼睛有任何的刺激 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当然如果你们喜欢有冰冰凉凉的感觉 那这个肯定不是你们最好的选择 那它买来呢上面有配这样一个小盖子 小盖子就是用来洗眼睛 就这样抠在眼睛上 从这里面倒一些液体出来 然后抠在眼睛上 然后转底下眼球 然后你的脏东西都出来了 总体来说我还蛮喜欢这个洗眼液的 尤其是我画了很重的眼妆 就是涂了很厚的睫毛膏的时候 然后屑可能没有屑很干净 然后每一次用它洗都能洗出脏东西 包括有时候白天洗就能洗出那种 你眼睛里面的油啊油垢啊那些东西 所以嗯 但是我会不会回购呢我要想一下 因为我想换一款比较冰冰凉凉的感觉的洗眼液 可能去买小林志药的那个蓝色的吧 我记得蓝色好像挺就是挺冰的 下面要说的呢应该不算一个 就是一直持久常用出来的空瓶 所以我一次去用完的 就是我上周末就是前几天我染了头发 然后就买了一个这花王的泡泡染发剂 然后我买的颜色呢中文应该叫玫瑰茶棕色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就是有点那种 呃红红的那种棕 你们看我之前视频应该也有发现 我之前头发呢就是黑发已经大概长到这边了 就是上面纯黑下面是棕棕的 所以我这次呢就用这个染发剂给它统一了一些颜色 那它效果怎么样呢 你们可以对比一下它图里面画的这个颜色 还有我现在头发颜色 可能现在在镜头里面你们看 可能头发更偏深一些 但是现实生活中呢它会更棕一些 可能是因为我之前发色的关系 我从来没有漂过头发 然后之前头发颜色也比较深 然后它可能出来的效果呢 就没有它画的这么明亮这么好看 但是总体来说就染成了很棕棕的颜色 我也挺喜欢的 它里面有附一个这种颜色小药瓶 然后倒在里面然后摇一摇就这样挤挤挤就出泡沫 我天哪好像又挤出来 因为我现在对着摄像机说话 我就还是有点不太习惯 我就有什么说什么 导致有些东西我可能说了好几十遍 我自己也不知道 就要靠后期去剪 然后你们也知道我后期的技术呢也没有那么好 所以就形成了这种碎碎面的模式 你们不要介意 下面也要介绍一个盒子 就是棉森的纯棉柔筋 这个棉柔筋我真的觉得超好用 超好用超好用 它用在脸上就是那种软软的柔柔的感觉 那说一下自打有了它 我都没有再用毛巾去擦脸了 因为真的觉得毛巾擦脸好像不是很卫生 不是很干净 棉柔筋它就是一次性的嘛 然后用在脸上又软软的又舒服 不同于厨房纸 我知道很多人用厨房纸擦脸 但厨房纸说实话太硬了 棉柔筋还是最好的选择 这个是我之前回国的时候 在淘宝上买了三四盒四五盒吧 然后带过来 现在用了 我现在只有一盒同货正在用 我不知道 我把现在那盒用完了之后怎么办 就没有了 去了那种baby去 就是因幼而去 也没有发现任何棉柔筋 全部都是尿不适 下面一个要说的就是卡林尔他们家的 cleansing water全校卸妆液 嗯 我之前好像在哪支视频里有介绍过它 可能是晚间护肤 也可能是上一个空瓶机 我不记得 然后我这次用完呢 是这种蓝色盖子 不是粉色盖子的 它们两个的区别 就是蓝色盖子 它上面写的可以卸除掉waterproof mascara 就是防水的一些解毛膏 防水的产品 我用下来呢 我真的觉得它就是平价版的贝德马 我之前大概有持续2-3年的时间 一直在用贝德马的卸妆液 但是它说实话在美国没有很好买 好像很多drugstore都没有卖 然后我之前买的也一直是在亚米上买 而且还很贵 那一瓶好像能卖到20多刀吧 但这一瓶drugstore能买得到 然后这一瓶一共好像就才七八美金吧 就很便宜 那我用下来呢 把它倒在卸妆棉上去卸我的眼妆唇 卸妆力还是ok的 但是有时候我的睫毛膏刷的比较厚 就是刷了两三层的时候 它呢就没有说这样一下就能卸下来 可能要卸个两三次 但是基于它的价位呢 我已经觉得非常非常好了 那可能如果你画了非常浓重的眼妆的时候 还是比较需要一个水油分离的那种专门的眼唇卸妆液 卸妆液 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好的 然后我已经回购了一瓶正在用 但我回购的这次呢是粉色盖子 我想用一下它们两个到底有什么普通 接下来要介绍也是一个卸妆液 是来自Elizabeth Arden 伊丽莎白亚顿的眼唇专门的水油分离卸妆液 这个应该是一个小鸭 是我买它一个面霜 然后它们是一个套组就送了一个这个 我知道大部分的水油分离的那种眼唇卸妆液 都是蓝色的 但它的颜色呢就是透明 所以没有任何颜色 那这个用下来感觉呢 我觉得卸妆力还OK 唯有一丢丢我不太喜欢的就是 它好像比正常的水油分离的眼唇卸妆液更油一点 我也不知道是我的错觉 还是说怎么回事 但是它就虽然无功无果 也没有什么感觉 我也不会再回购它 请你们原谅我这种邋遢的本性 下面要介绍的这个呢 就是资生堂他们家的发丝美容液 好像是这样翻译吧 然后这一罐我用了大概都有快半年的时间 我用它还蛮省的 就当发膜来用 完全已经空了 我也没有去洗 一打开还是那种很香很香 就非常好闻的味道 它用在头发上真的超好用 我一般只给它用在发尾 因为我发尾很干 然后还会分叉 用完一秒便顺滑 非常顺滑 这应该算我用过最好用的发膜护发素吧 我之后应该还会再回购 但是我现在正在试一款新的 韩国的一个护发素 所以等用完那一瓶 我再考虑看 要不要再回购它 它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性价比之王 非常好 推荐你们去买 接下来要说的东西 好像都是那种 比较普通日常攒下来的垃圾 但是我还是留下来 想和大家一起说一下 嗯 Neutrogena路德青他们家蓝色的 这一个makeup remover 就是一个卸妆湿纸 卸妆湿纸巾这个东西 我没有用过很多别的牌子的 我只用过路德青他们家的 然后还有yes2 这两个牌子对比的话 我更喜欢路德青他们家 因为我用yes2 哎呀好像是 我会把图片放在这里 我用yes2它那个黄瓜 还是芦荟的那个卸妆湿纸 弄得我脸真的是过敏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别人都说它很好用 在我脸上就过敏 巨疼巨疼巨疼的那种烧的黄 就是新活烧新活烧 就是特别烧 但是这个呢 用在我脸上就不会烧 但是同样它的纸巾 就是在我脸上擦的时候 多多少少有点疼痛感觉 就是有点特别粗糙 那种磨的那种感觉 那这个你们看包装都知道 就是有一点我不喜欢 就是它这种塑料的包装 用久了之后 它就会这样卷翘卷起来 导致里面那个湿纸巾可能会干掉 嗯日常来讲如果在家的话 我很少用卸妆湿纸巾这个东西 但是如果出门 比如说出去玩 我出去住宾馆啊 住个一两天 系上设置金还是很方便的 所以我还是会回购它 即使它有那么一丢丢疼痛 就是皮肤的那种刺刺的疼 接下来说一个彩妆的东西吧 就是Maybelline他们家的这一个橡皮擦 我买的是大的橡皮擦 其实你们可以看到 底下还有很多 但是我已经买了很久了 我觉得已经买了有一年半的时间了 然后打开闻这个橡皮擦 那个海绵头的味道 就有点臭臭的味道 所以我不想要了 我一直不太懂美宝连他们家大橡皮擦和小橡皮擦的缺点是什么 但我用它也是把它当作遮瑕来用 我觉得还OK 就遮瑕力还OK 但我现在更喜欢他们家FITME那一个专门的遮瑕膏 遮瑕力度会更强 所以这个主要是海绵头真的太不卫生 太臭了 用久 嗯 太臭了 呛鼻就用不下去了 嗯 所以我就只好把它扔掉咯 下面是ELF他们家的Powler Brush 嗯 这个刷子我为什么要扔呢 是因为它坏掉了 就有一天我在刷我的散粉的时候 我发现它分离了 你们看 就是它的胶可能掉了 就很奇怪 它就坏了 所以我就只好把它扔掉了 但是ELF他们家刷子性价比真的超高 就是评价中的战斗机 用在脸上 哎呦一点都不扎 而且很滑 它的毛好像是那种人造的纤维毛 但是很好用 下面要说这个是大类品 是我之前在淘宝上贪小便宜买的 叫利塔夫海绵粉铺 就是海绵蛋 巨难用 巨难用 我记得很便宜 也就10块人民币以内 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硬的海绵蛋 就特别硬 你把它水沾湿之后 它也不会变大 它还是这么硬 就是巨硬 然后用在你脸上就是那种声音 你听啊 好像听不到 就是那种 啪啪啪啪 那样的声音 就把你脸打得很疼 真的是一个石头 所以我觉得海绵蛋这种东西 还是要买一个好的 不要太小便宜 买这种几块钱 真的超难用 根本就不上妆 还巨吃粉 主要是巨硬巨硬 接下来要分享的是这样 是一堆我这一个月用下来的片状面膜 你们可以看到有一大半 还是这个innisfree 就是我之前有提到过 非常非常喜欢他们家的这一个水果 水果味的嘛 就这种 嗯 他们家面膜纸呢 就是那种很薄很透 然后很贴合我的脸 就够大 然后精华液呢 就是那种水水的稀稀的 嗯 我之前也说过 我用它就是当做一个化妆水的师傅 一个基础保湿的这样一个作用 当然不要说了 它会给你的皮肤带来非常非常高的 那种高质量的一个提高 什么美白啊 去皱啊 什么抗老啊 都没有 它只有保湿 还有四片之前我没有说过的评价面膜 第一个呢就是我的美丽日记的熊果素净白面膜 它的那个精华液是那种水水的稀稀的透明的 就特别水和这个innisfree差不多 但是它的精华液的量非常多 就是基本上是一个double的一个量 味道也挺好闻 但是净白的效果嘛 我是没有看出来 我买了一盒 它的一盒好像是五片 我没有看出来 但是用在我脸上没有任何刺痛感 嗯 下面呢就是两个韩国的真剂面膜 一个是深层补水 就很有名的那个蓝色的补水 很好用 绿色呢是tea tray 是一个茶树 镇定皮肤 稳定皮肤 去逗逗 这两个相比呢我更喜欢这个深层补水的效果 真的是杠杠的很好用 用完的 用完 用完 用完它你的脸真的一秒变水润 有个小小缺点 就是我用完它之后 我必须要去洗脸 把多余的精华液洗掉 因为它真的太黏了 也可能是我皮肤的吸收能力没有很强 就有一点点的黏 但是效果真的很不错 这个茶树呢我没有用出什么效果 它味道就是那种一股茶树的味 你闻到茶树的味就觉得自己的皮肤得到了镇定 就是痘痘感觉会消除 但是效果呢我也没有看出来 最后一个面膜是台湾的玉宅女 仙人掌浸透水润面膜 这个面膜好像是我买亚米的时候 它送了一片面膜吧 用起来我觉得它的补水效果还OK吧 但是它的面膜只有不得不吐槽 就不好 因为没有什么切口 就你在你脸上很难服贴 很难适合所有人的脸型 因为你有切口 你可以自己去调整嘛 它就没有 那以上呢就是我这一个月用的所有的垃圾 还有攒的一些空瓶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当然我也希望能对你们以后的购买 或者是使用一些产品的话 会有一些帮助 不要忘了给我的视频下面点赞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我的头像 头像旁边有个subscribe 就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频道旁边有个小铃铛 然后你们点了小铃铛 以后我出任何的东西 你们等到第一时间知道了 啊 我每次说完刚刚那段话 就是如释重复的感觉 好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每天都过得开心 然后五月快乐 五月份终于来了 感觉半年又过去了 好 拜拜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今天戴帽子吗 因为我又没洗头 我好不怕 然后展开帽子是这样 给你们整个头都慌了 其实还好 正好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我染的颜色 就是很统一有没有 这种统一的棕色 之前我上面都是黑色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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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